結果裡面比較後面有四台會播韓劇 四台耶 十二台就有四台播韓劇 你看日本人多瘋韓國啊 沒有 因為日本的電視他們一直 一直就是標榜他們這個要upgrade upgrade 所以他們不演那個肥皂劇 你懂嗎 那韓劇就是家庭的那種 肥皂劇 那種肥皂劇 把它這個表現到最淋漓盡致這樣 不然你看以前的阿信好不好看 好看啊 好看啊 對不對 也是那個努力奮鬥啊 可是看日本現在什麼懸疑啦 那種比較屬於那種的 他們覺得演這個好low喔 可是觀眾有需要啊 他們很少播滑劇啦 都是播韓劇 對啊 對 來 我們先休息聽話吧 我們今天好看啊 好看 新聞畫畫畫 好 那這個四凱呢 東西就多了 有義大利的咖啡壺 先來看照片好不好 好 那其實對我來講呢 我必須承認 因為我到處去旅行 所以我會發現說 到最後 最美好的紀念品是什麼 是你的回憶 所以我不太喜歡買東西 所以我喜歡就是 例如說 我去年我去了義大利 我去維尼斯玩 那很多朋友們 他都會告訴說 哇 你去那邊有沒有買 這個品牌 那個品牌 我說我不要 你要不要 我要把這些回憶 我帶回來 因為重點是 這個東西你在別的地方 是怎麼樣 慢慢來啦 那你一個人 做這個Condola 對啊 那你就沒有 沒有 這樣才會有想像空間 而且可以跟人家招一下說 你要不要一起做我們選一下 這才會有機會啊 大家 好 重點是 因為我喜歡吃 我喜歡 我對食物是非常重視 因為我是客家的人 我從小對 大哥應該知道說 我們從小吃那種 原始食物的東西 跟在地食物的東西 你會有一種感情 跟味蕾的記憶 所以我到任何一個國家 我一定要吃它最到底的 那你說你去到這邊 你一定要吃它的冰淇淋 所以現在 外面在賣那些冰淇淋的時候 我每次一口就不吃 因為我就想到了 這個的冰淇淋 太好吃 可是這個你買不回來 你就不能買回來 可是因為不能買回來 它就變成你最美好的紀念品 跟最美好的一個回憶 所以來到義大利 這也在威尼斯嗎 這也在威尼斯 那除了威尼斯 我還喜歡做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美人姐有特別講說 喜歡去什麼 四級 因為我愛做菜 然後我做菜我做了很久 我最喜歡到四級去買他們 他們的食物 吃看看 為什麼他們的攀桃的味道 跟我們的攀桃的味道不一樣 它的杏桃的味道 跟我們的東西不一樣 像這些它真的是帶不回來 但是我強烈的推薦大家 你要去嘗試 你不要說只是看看而已 所以這是我喜歡玩的東西 那除了這個攀桃以外 那好吃嗎 非常的好吃 而且你會發現說 奇怪為什麼 同樣的品種 就是會有不同 那個酸度 那個甜度 那種感覺 而且那個纖維上面 那個粗細度 粗細不一樣 就是不一樣 你一定要吃到那邊 才會知道 但是有個很... 但是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像... 因為我有習慣就是 我去吃我一定要吃 最在地的食物 像我到了這邊 下來這一張你看 我去吃意大利麵 因為我自己做很多的意大利麵 可是我不喜歡台灣的意大利麵 我必須承認 因為都改良過了 那我以前接受的意大利麵的訓練 是在美國 意大利人教的 所以我喜歡吃那一種是 很傳統的那種意大利麵的 那種口感的感覺 當你到那邊去的時候 你就發現 像我跟我朋友兩個人去 還是出門前 網路上找好多資料 人家告訴我 一定要吃那一家 那一家 結果對我來講 每一家都是雷電 都是有問題 因為它是屬於台灣人的口感 到最後我就說 我們放棄怎麼樣直覺 我們就這邊看 那些工作人員或是在地人 他們都去了那些店 像剛剛介紹的那些小店 我們就... 我們就進去 當地人喜歡的 對 然後就看他們吃什麼 我們就直接這樣點 因為義大利英文其實 是不通的 然後我們就直接點 可是我告訴你 真的好好吃 你一口進去 你才會說 哇 原來這個才叫做義大利麵 我有一天去日本 聽說那店很好吃 結果 我想我記得怎麼排那麼多 我就說 你們幾點來排 說凌晨四點 說笑的 日本人都去笑 日本人他只要一講 那個排隊真的是這樣 凌晨四點啊 排隊 對啊 你看到沒有 我那時候吃這個鼻管麵 這個鼻管麵在台灣到處都吃 可是你知道 那個鼻管麵的那個麵度 還有那個醬 那個番茄醬 我們都不懂 為什麼要做成那樣 鍋鍋那個樣子 人家是剛剛好附著 在那個麵度上面去 所以你吃起來是會有層次 那一點點的那個 泡麵森起司就夠 但是提味的不是變成說 起司越多是越好的 所以我就利用這個機會 跟我朋友講說 那去到一個國家 你去學習他當地的文化 你帶回來的這個才是 最棒的一個紀念品 但是有個很大的問題 當你吃了以後怎麼辦 回不去了 因為當你想到 你要再吃的時候很難 像我剛剛 不要讓你這個時候說 大家都要睡了 很瘦耶 我跟你講 下面這一張更恐怖 這個叫提拉米薯 每個人都知道 一定要去吃提拉米薯 可是 我們大部分吃到的提拉米薯 都是什麼 日本改良過的提拉米薯 是屬於 有點像麵包類的提拉米薯 可是這個是 道地的提拉米薯 因為我第一次吃 是在二十年前的一個老師傅 他告訴我的 很簡單 因為這個要入口即化 還有上面那個可可粉 千萬不能太多 太多你一進去就是苦掉了 但是那個麵度起司 跟那個 那個 那個 Lady Fingers 對 Lady Fingers 還有那個泡的 酒 酒答對了 那個層次 所以你一進去 你知道我朋友就說 回不去了 從此就變成了標誌 這就是我們在講 說其實有時候 那個原味跟美味 要怎麼讓我們的年輕人知道 可是 就像我之前 很多年前台灣流行 說很好吃的提拉米薯 還要排隊網購 買來給我吃 我一直想說 誰跟你講這是提拉米薯 對 我說沒有沒有 這就是可能店名叫提拉米薯 這樣 那很多人店名都叫提拉米薯 我說這不是 他沒有 我們是老派的 就是你一定是 Mascarpone cheese 對 你一定要那個Rum的酒 沒錯 一定是Lady Fingers 就是你要 都要有的東西 就一定要有 可是因為 真正的提拉米薯 它要用 它要有一些生蛋 所以很多沒有辦法 這樣子保存 通常都是 一杯一杯坐著 然後讓 就是當甜點 不太能夠網路宅配 你知道 後來我發現台灣很多 跟我說這是提拉米薯 我說 Well 這是改良版 可是我多麼希望大家 能夠吃到原版 Original的那個Style 它是有非常它經典的一個地方 好了 沒錯 要穿的是韓戶 不是韓版 這就是我自己在旅行 這麼多年以來 我一直告訴所有的人 我說 你去到當地 你一定要去嘗試 當地的東西 你才知道 那是他的文化 那個回憶是 別人交不來的東西 沒錯 第二點 因為我這次去米蘭 其實最主要的是 因為我學美術的 我學美術 我一輩子最大最大的一個夢想 就是有幾幅畫 我一定要去看 但是這一幅畫 在這個教堂的隔壁 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 叫做 最後的晚餐 然後為了看這一幅畫 要排三個月到四個月的時間 還好我們就透過 當地米蘭的朋友 幫我們去排到 然後你進去看的時候 因為現在這個是仿的 因為它不讓你 真品不讓你看 那個拍照 所以我們是在外面 你知道 你看到他們如何保護它的文物 一層一層一層進去 最後只有十分鐘站在那邊 那十分鐘你會覺得 你像時空凍結 那個星星來的一樣 因為你會覺得說 仿的也要排那麼久喔 仿的也要排那麼久嗎 沒有 仿的OK 可是進去了以後 它只有給你十分鐘 可是那個十分鐘的回憶 你會是一輩子的一個回憶在那邊 所以對我來講 這個是女型帶回來的紀念品 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然因為我自己喜歡美術 我是這樣 可是後來前面的這一個 就是剛剛講的傷心的這件事情 你有看到他們 這個 耶穌跟他們的使徒 是最後一頓的神情嗎 有 那是什麼神情 我猜不出來 因為它有很多已經 因為時間的關係 它已經剝落 重點是它以前的顏色 有整理過 這一次它把它恢復到 以前用蛋白蛋 蛋彩化的一個方式 所以是非常難得 所以建議大家有機會去米蘭 一定要去看 但是一定要做功課 這個沒有先預約 就沒有辦法 你要在網路上面預約 我們花了很多個月的時間 我上次有趣 可是我根本不可能 因為一續才知道要預約 而且它規定人 因為它只能幾個人 它要讓你去欣賞藝術美學 所以這是一種 心靈上面的一個紀念品 對我來講非常的重要 那是剛剛講的 這個是因為 因為我喜歡咖啡 我當然喝了十幾年的咖啡 我到現在為止 我每天早上 一定要有一個小時的咖啡時光 所以對我來講 那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每次在喝咖啡的時候 喝咖啡要喝一個小時 對啊 聽音樂 今天是什麼天氣 什麼感受 聽音樂 然後再喝 你的心情醒來以後 才不會有下長期 才慢慢的感受 然後寫點東西 這是我規定我自己 我一定要做的事情 即便我要出國 我也要提前一個小時 也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咖啡很重要 但是咖啡很重要 裡面呢 什麼東西都買了以後 有一樣東西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摩卡糊 這摩卡糊呢 大概是1919年左右的時候 生產出來的 這是義大利的一個經典 喜歡喝咖啡的人 大家都知道去義大利 一定要買這個 那當然很多的品牌 但是這個品牌是最有名的 那我平常 因為一個小的那個 那個 它是這樣子 對 對 那你要一個那個 它是把水放在裡面 對 咖啡咖啡放在上面 用煮的 然後還有那個電磁爐什麼的 電瓦斯爐 下面用瓦斯爐 用瓦斯爐 用瓦斯爐 它也是那種小的那個爐子 對 也可以 對 所以它發展出很多新鮮 它還有發展出 為了煮這個的小電爐 沒錯 直接放上去 還有它還研磨 它的那個咖啡的那個粉系 都不一樣 所以對我們來講說 有機會能夠買到這個 真的是 我個人來講 是犒賞我自己 因為我買一堆回來 東西沒有用 完了 我們要陪你10個 因為今天被我們弄得落差 重點是這一個是因為 它是限量版 它是特別設計 因為剛剛講過 你看它平常長的是這個樣子 沒有這個顏色 可是這一個 它是意大利在阿爾卑斯山的 山上的那個士兵穿的衣服 它利用它做成的一個紀念版 然後做成這樣的一個味道 然後呢 因為台灣有引進 台灣引進以後 就把它改成一個名字 就覺得它像匹德潘 就叫做匹德潘 我們聽到有意見實在是 可是你知道那個價差 差四倍 所以對我來講 你說我平常那麼酷的人 要不要買 一定要買 一定要送給自己的聖書禮物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講那麼多 我們製作單位也是賠不起 那沒有關係什麼 沒有關係